四大苦空无因无我呢 这两句是讲的无我 我这个身是假的 这个身体细胞新陈代谢 也是刹那在标划了 换一句话说 我们走进讲堂时候 这个身体跟我们听完这两个终点经出去 这个身体跟两个小时是不是同样的呢 跟诸位说不一样了 许多细胞死了 许多新细胞生了 新陈代谢 所以两个小时的变化就很大很大了 无因无果 四大是讲物质 物因是讲精神 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生命界的现象 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两大类 物质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都是基本的这个物质组成的 像这个 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分析 我们了解了 把这个物质 所有一切物质都可以分析 分析成为分子 分子再分为原子 电子 粒子 听说现在 粒子还能够分析 称之为化科 这是最小的了 那么 动物 植物 矿物 星球 世界 都是这些 基本的物质 组合的 所以 物质 地区是平等的 金刚经里面讲的叶货像 我们从科学证明了 确确实实的 这个大而宇宙 小而微臣 是一种物质组合的现象 所以它是平等的 那么这个基本的物质呢 它有四个现象 称之为四大 第一个它确实是个物质 很小 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用科学的仪器 能够发现到它存在 所以 这个我们称它为地 地 就是它是个物质 这个物质 它有温度 温度 我们称它是火大 它有湿度 湿度 我们称它为 这个水大 水是代表湿度的 这是中国人 东方人讲的 现在西方人 他不讲温度 不讲湿度 他讲带阴电 带阳电 带阳电 就是火大 带阴电呢 就是水大 它是个带电体 它有个现象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这个动啊 就叫做风大 那风是动的 不动了 就不叫风了 所以 基本这个 列子 它的四个现象 就是 地水火风 这四个现象 这四个现象 刹那刹那在变化了 苦空啊 它不是永恒存在 它是刹那变化 那个变化 时间 速度之 快速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这是让我们了解物质世界的真相 然后再告诉我们精神世界的真相 五音 五音是色 受 相 行 食 那第一个色呢 就是前面讲的四大 是物质的世界 后面受是感受 感受 想是你的妄想 统统不是真实的妄想 行 行是不住的意思 就是你没有办法停留 你一定是刹那刹那在产生变化 墨后 那个食 就是佛法讲的阿赖耶什 法相 为食学里面说的非常详细 色受想行使 生灭 变异 虚伪 无主 这是总而言之 无论是精神的世界 无论是物质世界 包括我们这个身 心 以及生活环境 总而言之 它的真相 是生灭 变异 虚伪 无主 这八个字 佛把他说尽了